这是一段显为人知的残酷历史 二战期间 巴尔干半岛上曾经建立起 唯一非纳粹德国运营的灭绝是集中营 该营地屠杀的人数至今仍有极大争议 而争议的数字起点是9万人 高点净达70多万 已知的史料显示 该营地屠杀手段令人发指 而它的主要灭绝对象是塞尔维亚人 今天老少讲描写这段大屠杀历史的塞尔维亚影片 来自亚塞诺瓦茨的达拉 解析深度分享经典 欢迎收看老少说电影 老少搜罗了一些有关亚塞诺瓦茨的史料照片 讲解中对照相关画面 希望留给您更深的体会 1941年 在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扶植下 克罗地亚的极端民族主义组织乌斯塔沙 脱离南斯拉夫王国 建立了克罗地亚独立国 乌斯塔沙建国后随即加入周星国 并对有宗教矛盾的其他民族 展开了疯狂报复 在萨瓦河边的沼泽地 他们建立了分散五处营地的 亚塞诺瓦茨集中营 又一批塞尔维亚人被押送至车站 看到农田里劳作的女人 十岁的达拉问哥哥 他们和我们看上去不是一样吗 为什么不被带走呢 哥哥告诉达拉 他们是克罗地亚人 他们用五根手指画十字 我们用三根 哥哥的话表明 克罗地亚人与塞尔维亚人的矛盾 主要源于深刻的宗教矛盾 火车站悬挂着纳翠奇 乌斯塔沙军官宣布 有劳动能力的男人和妇女儿童 先上火车 跛脚大叔以为可以逃避劳动 所以选择了留下 得到军官允许后 高兴地亲吻了军官的守备 火车开动了 达拉通过封闭车厢的缝隙 看到了那批没有劳动能力的塞尔维亚人的下场 车厢内的人们并不知道他们将被运往哪里 途经一座萨瓦和铁路桥时 河面上飘着一具具尸体 河边有人再将新的尸体抛到河中 扔尸体的是劳动营的塞尔维亚人 迈尔和同伴 迈尔看着火车经过 似乎忘记了手底的工作 这个场景再现了史料照片 背后的骇人景象 到达一号营地后 达拉妈妈看到做工的村里人 迅速上前偷偷询问丈夫迈尔的下落 得知丈夫还活着 达拉妈妈长舒了一口气 现在我们得知 扔尸体的迈尔是达拉的父亲 这是一个过渡营地 登记入营的过程中 所有的金银饰品和贵重物品必须全部上缴 一位老太太仅仅是隐藏了 头发下面的一个首饰 营地副长官安特抬手就是一枪 十几个塞族人囚徒被带走 迈尔和同伴叹了口气 今晚死身又放过了我们 被带走的十几个人 参加了乌斯塔沙军官的娱乐晚会 他们被命令玩一个抢椅子的游戏 欢快热闹的音乐 嘻嘻哈哈的军人 而玩游戏的人却一个个吓得浑身打颤 随着长官马克思忽然举手 音乐声戛然而止 塞族人急忙抢椅子坐在上面 没有抢到椅子的人 被带到副长官安特面前 安特手起刀落 安特杀人用的是乌斯塔沙的特别发明 套在手腕上的半圆形刀具 用来割喉隐蔽又高效 被当时的塞族人称为塞尔维亚人收割机 除了收割机 军人还使用了另一种杀人工具 直接击碎头盖骨的铁锤 游戏中 椅子一次次减少 塞族囚徒一个个被杀掉 按乌斯塔沙军官的话说 塞族人不值得使用子弹 第二天 营地的妇女儿童再次被集中 15岁以上的男孩子将留下 被转往劳动营 其余的妇女儿童被带往4号营地 营地内顿时弥漫其骨肉分离的凄惨哭号声 达拉的哥哥长得比较高大 被军人指定要留下 达拉妈妈死死抱住哥哥 哭求着他只有12岁 不料不耐烦的副长官安特忽然拔出了手枪 母子俩猝然隐蔽 这一切就发生在达拉眼前 达拉叫着妈妈想要冲过去 被维拉大婶死死地拉住 达拉只好紧抱着弟弟 他内心的感受已经无法用语言描述 而长官马克思的妹妹蓝眼睛 与一旁的恋人缠绵翡测 很享受地看着这一切 更加悲惨的是 正在掩埋尸体的麦尔 忽然看到了儿子的尸体 他轰然倒地 紧接着又扒出了妻子 这是一种怎样的人间惨剧 即使最伟大的悲剧 也难以描绘出这样的凄惨景象 同伴一边念诵东正教道文 一边要麦尔强压怒火 为了剩下的两个孩子 无论如何也要活下去 被军人注意到后 同伴谎称是自己精疲力尽 无法继续工作 麦尔强忍巨大的伤痛 掩埋了妻儿 从此达拉和两岁的儿子不多 成为他仅有的牵挂 妇女儿童来到了专门关押地 四号营地 天主教修女为人们做登记 生病的孩子被强行送进医院 赛族人护士米拉小声警告达拉 别让孩子哭 被送进医院可就出不来了 可到了达拉登记时 小不多依然没有停止哭泣 面对修女的疑问 达拉机灵地说 没东西吃 他只是饿了 但修女依然认为年幼的达拉 无法照顾弟弟 要带走不多 维拉大神挺身而出 报告不多说 我是他姑姑 住进营房后 护士米拉偷偷塞给达拉 一小块面包 吃过东西后 小不多终于睡着了 大人们被安排了工作 在拖玉米粒时 米大神偷偷藏了一颗玉米在身上 收工后 赛族女监工蓝头金 无情揭露了米大神 米大神随即遭到一通报答 不久后 维拉大神和一大批成年女性被带去德国工作 女人们和孩子再一次经历骨肉分离 她们甚至不被允许和孩子见面说再见 坚持不走的同样是招来女长官的子弹 军人们从医院抬出一具具孩子尸体送去掩埋 其中不乏还有活着的奄奄一息的孩子 尸体经过窗外 窗内孩子们被迫接受天主教和爱克罗地亚的洗脑教育 墙上乌斯塔莎领袖安特帕维利奇和罗马教皇的照片非常显眼 劳动营这边 梅尔托夫经常在各营地拉尸体的监工魁叔 要他帮忙打听达拉的下落 过了几天 当魁叔悄悄带来达拉和弟弟还活着的消息后 梅尔顿时心生逃跑的想法 他要为孩子活下去 工友们的话题永远是家人的生死下落 麦尔的上铺来了新工友 聊天中麦尔得知 新工友的妻儿五口人已经全部被杀 红十字会经过一冲冲障碍 偶尔会来带走一批孩子去孤儿院 这对孩子来说就等于生的机会 蓝头金想趁机将自己女儿送上车 但被军人识破立刻制止了他 可怜的达拉不明就里 更不愿和弟弟分开 没有抱上小不多的名字 而此时饥寒交迫中的小不多已经生病了 因为蓝头金的告密 当晚女看守就命令护士米拉将小不多抱去了医院 达拉在米大婶的怀抱里 喃喃地说我不能离开他 他是我剩下的唯一亲人了 劳动营这边每次从四号营地拉来尸体 麦尔都会发疯似的第一个跳上车厢 每一次都是巨大的心灵摧残 麦尔逃跑的意愿更加强烈了 护士米拉每天来营房给达拉讲小不多的状况 在达拉的一再恳求下 米拉和他约定 在转天傍晚医院警卫换岗的空当 带达拉去看望弟弟 第二天 营地举行了小军人管理事 所谓小军人就是营地的赛祖男孩子 穿上了乌斯塔莎军服 长官马克思慷慨激昂的要孩子们 艾乌斯塔莎 艾克罗蒂亚 建设新的克罗蒂亚 演讲结束后 马克思亲切地走近孩子与他们合影 不料与小军人合影时 一个男孩子当场吓得尿了裤子 安特随后带走了没有成功配合的两个男孩子 傍晚达拉偷偷前进医院 终于见到了依然病重的弟弟 不料刚巧当晚 副长官安特带兵来到医院 因为转天红十字会要来参观医院 并带走一批孩子 安特特别前来 处理掉所有病重 雷弱的孩子 米拉急忙将达拉和弟弟 推到了楼梯间 随后和其他护士将孩子们 带到一个封闭房间 命令护士走开后 面对无助的孩子们 连安特这个手持毒气罐的杀人魔头 也颤抖了 护士米拉终于说服达拉 将布多打扮成女孩子 顶替一个被杀的女孩 交给红十字会 即将和弟弟永久分离的达拉 看着哭泣的弟弟渐渐走远 忽然冒死跑出营地 护士米拉关键时刻 摊开了女看守开枪的手臂 女看守随即一枪打死了米拉 红十字巴士为达拉停车 达拉幸运地逃出生天 劳动营这边 麦尔决意要逃走 生无可恋的工友为了帮助他 主动先行逃离 引开看守的同时也献出了生命 麦尔顺利地逃到萨瓦河边 一个猛子扎了进去 影片故事是根据集中营幸存者的口述改编的 亚塞诺瓦茨集中营的灭绝对象 不仅仅是塞尔维亚人 还包括犹太人和基布塞人 而塞族人占绝大多数 据说当时有管理集中营的纳粹德国军官 视察亚塞诺瓦茨后做了如下记录 这里的恐怖只能与弹钉笔下的地狱相比 老烧认为这并不是一部很出色的影片 对杀戮的刻意表现 削弱了本来就薄弱的剧情 但这是目前唯一反映这个非纳粹集中营的影片 通过老烧穿插的图片相信各位朋友已经发现 影片的场景道具等设计 很大程度参考了这些史料图片 这也使得影片赢得了可信度的加分项 重要的是它履行了见证历史 铭记历史的重要使命 巴尔干半岛的政治局势到目前为止依然紧张 各族之间的矛盾犹如一团乱麻 但不管怎样的政治宗教分歧 势力纷争 老烧认为对平民的杀戮永远是不可原谅的 前一段时间老烧讲解了 剥黑出品的赛族武装 屠杀牧族平民的影片 爱达怎么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评论区链接 这期的老烧说电影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关注并分享 老烧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